人有命,事也有命,国作也有命 万事万物注定不会五行战权好事斩尽的 它注定有短板,有缺乏,有命门 不要因而再再而三的从你一再折几的地方保劲 这和傻努力是一样的 咱们之前在那个特供视频中详细的讲明白了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里面详细的说明白了天赋和福利的意义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被同一块石头绊倒的姿势和理由各种各样 无论你准备得多么用心 总会有一想不到的情况出现 它注定是克尼达 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咱们是写历史的 自从高欢布局河阳三城从兴建的第一天开始 带给武川集团的就是无尽的遗憾 战无不胜的武川群雄们 自打成团后就无间不摧 一路向西后龙行大海 但每次东行到的河阳盲山就总会英雄气端 哪怕全明星参战 无论是河桥站 还是后面的会战盲山 最好的结局无非是先胜后败 进南地区 从高欢起家的第一天 就是尔珠蓉给他画下的监牢 离开这地方 东进就能离越东门 只要每次西行 必定吃别 来到了河东更是从头到尾 无论是土豪还是百姓 全方位的水土不服 最后更是气死在了玉璧 玉璧城最响亮的外号是啥呀 高欢快乐城 君子要审视夺势 别在对手的英雄经典 一条道走到黑 永远打造自己的优势项目 打造自己的英雄经典 别总在老摔根头的地方 跟自己较劲 茅台永远都会是国酒 因为茅台是四度赤水师的胜利之水 不断地重复那些胜利的 幸运的符号和资产 是一种智慧 当年救过你的命 此后还会救你的命 当年就百般阻挠困苦 此后只会比从前的磨难更多 公元542年8月16 高欢任命侯警卫 尚书蒲叶 河南到大清台 整个河南地区侯 你自己随机看着办 话说高欢当年 听说高浩曹死后 卢丧甘胆 打了不开门的高永多200张 赠高浩曹太师 大司马 太魏 陆尚书市 祭州刺史 并给出了最高级别通事的中午 其实不仅仅是为了 安抚河北汉人的面子中长 高欢是真的在心痛 本来高浩曹和侯警 这俩在河南 可以互相制衡 这是最好的状态 东魏的地盘太大 高浩曹死后 高欢无可奈何地 选择了侯警总负责 问题又来了 以高欢之才 难道看不出来 侯警这货吗 不能外放吗 怎么可能 高欢一直防着侯警 死的时候 还专门给儿子 留了锦囊妙计 那为啥要让侯警专制河南呢 因为国际环境太残酷 你给了侯警 这地盘他能给你守住了 不至于翻水 整个东魏集团目前出了侯警之外 再没有能力和备份都合适呢 要么就根本扛不住袁泰的揍 要么就见不起袁泰的勾的 说到底是不得已 这个时代太少人才 双方领导还都是一眼就能抓住弱点的顶级大神 必须微猜事举差一点都不行 就离虎和独孤信在何桥之战后那个逃跑速度 换别的时代早就卡了当典型了 但袁泰根本就不敢动 侯警也是这意思 你知道他脑后有反骨 也没有办法 因为毒药你也得吃 不吃嘛死得更快 高欢和袁泰这两个顶级大财 在东西队长的同时 逼出了整个两进南北朝最壮丽的群凶时代 任命侯警的同月 高欢按摩火一切后率重兵两阳四十里 自晋阳南下来打河东 看上去天下之大 但高欢无可奈何的来到了王思政 四年之前就选好的阻击地点 玉碧城 来系统看一下河东地区吧 这片土地肥沃 产岩产矿的天府之地 拜黄河 粉水和太行山所赐 跟关中连在一起 自成了一个地理单元 高欢此时如果想要再次打进关中 理论上有两条路线 准确地说是两条物流线 一条是黄河西进到三门峡打住 然后自闪进换船 接着西进入渭水 一条自焚水南下入黄河 然后再进渭水 目前来看 从闪进上岸就别想了 因为闪成在西渭的手上 逆流而上的凉船根本就上不了岸 据西通道 还有寒谷通关等等 多做天下文明的险关 这仗你根本就打不起 唯一的突破口在河东 四年前的五三八年初 高欢已经攻克了南焚州和东庸州 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河东 河桥之战后 王思政跟元太上书表示 不要再跟高欢争夺正平的归属了 因为看似正平是入侵河东的关键要道 但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还是物流成本的问题 粉水经太原盆的一路南下后 本来应该继续往前走的 但它遇到了一片高山 叫做峨眉台地 也叫高欢快乐台地 峨眉台地的边缘受流水侵蚀和河流冲刷 形成了陡峻的黄土断崖和冲钩 沿河断崖达在50米以上 没去过实地的朋友 可以想象一下血战钢锯岭中那个断崖的样子 粉水由于受到了峨眉台地的阻挡 从而顺着峨眉台地往西流入了黄河 正平虽然是东西进入河东两条路的枢纽 但因为险要和民心问题 南边的闻喜路高欢根本就走不起 自正平往南经闻喜爱口 穿过峨眉台地有一段相当崎岖的山地 沿途地形复杂 爱口道路极其狭窄 并利斩不开 粮草运输困难又容易受到阻击 附近的豪墙势力也持敌对态度 南边的宿水也不连接黄河 高欢在河东的民心从来就不好 两次败退的时候极度狼狈 当地的大都都在倒阁帮元台 尤其元台还专门河东人治河东 像河东百年望族的裴氏 柳氏 薛氏 这都被元台安排了本乡治本土 这都是西位的拥护者 不光物流上没法选 当地人这关高欢就过不去 这也就意味着 就算你突破了温喜爱口 打通了温喜路 你也没有办法组织起当地的陆运木流 帮你去运粮去黄河边 所以温喜路根本就不担心高欢会走 郑平的价值这就没了一半 更重要的是 郑平在焚水北边 如果西位以这个点为枢纽 你增援的时候就要面临焚水的阻隔问题 过了焚水万一被高欢闷死了呢 当年妖星就是被拖瓜龟隔着焚水 逼得全军大哭的 王思政的尚书讲明白一个问题 高欢在河阳打造了人工三门侠 目的是为了卡细菌的草原 如果我们也顺着这个思路思考呢 我们不卡张平 我让给你 我只要卡死你焚水的草原 你的手就永远伸不进关中 王思政选的这个玉璃位置相当绝 现在看是这个模样 它从远处看似这么个造型 它是峨眉台地天造地设的堡垒 其东西北三面皆为深沟俱赫 地势突兀 险峻天城 唯有南边一条大道可以出入 玉璃原为焚水下游的一处渡口 城前淋焚水 你的船只只要从前面过 我就变成铁道游击队 你要是来打我 首先焚水就是天然护城河 你军队就算能过来 面临的又将是罕见的仰攻难路 玉璃之南穿过峨眉台地 可以通往坟婴到达河东腹地 河东方面的援军 还能源源不断地支援到玉璃 更可怕的地方在于 玉璃城不仅是天险 它的腹地还大 当年大名鼎鼎的七山堡 也是类似于玉璃的天险 但它能驻军的可用面积 不过三分之一个足球场大 所以就已经足以给 城乡恶心的脑袋疼了 玉璃城有三十个足球场大小 轻轻松松撞一万人 这个驻军规模 当你高翻大规模过来后 肯定拦不住 但你的主力只要过去了 我就能断了你的后路和物流 我在分水南岸的人工天险高台上 你还没法包围我 小股力量过了分水 我就吃了你 大兵到来 你随便打我 我耗死你 这就是太让人绝望了 其实不光玉璃射了大索 宇文泰在看到河阳三城后 回去又迅速造了一个 自己的河东三门峡 宇文泰不仅在普京都也设了福桥 两岸中间的沙洲上 他也建了座中滩城 保护普京福桥 具体的中滩城位置 今天已经不可靠了 因为这片沙洲的位置总在变 有句老话叫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说的就是这段黄河河道 经常河东岸的村子 多年后因为黄河改道了 就变成了西岸 这其实说明 在这个河中 建州城是一个很不靠谱的行为 因为不定每年水量大 是给你冲回了 但是就浪费了 就高调了 就大炮打蚊子了 能用上一次 就是挽救革命的级别 因为对方的咖位太高 学习能力极强 每次沙院之战 你都能打赢吗 那咋河桥之战就出了问题了呢 时代来到此时 我们惊人的发现 无论是国家治理 还是军事战略 绝代双交 在以惊人的速度互相学习着 这是中国历史上极极罕见的 双方将地利互相拼到极致的时代 这也是中国史上罕见的 齐封对手降与良才的恢弘时代 来到了玉碧城下 高欢那脑袋跟被唐僧念的字一样 就开始疼了 一会写信给王思政 表示 偷乡的话 条件好商量 我让你做并仲事实 王思政回了封信 大意就是 别废话了 我当着好几百人 读咒发誓 含袁太子我爹 我这辈子的厚度已经绝了 十月初六 高欢大军渡粉水包围了玉碧 打了九天之后 高欢以天降大雪 士足饥寒交迫 非战斗检员的理由撤退了 高欢之所以要跑 既是玉碧城人绝望 也是因为听说 袁太正飞车往下边砍 而且袁太带着贺巴胜 杨中这一大堆猛男高贵根前来 在大雪天也没做好决战准备 于是撤了 袁太渡粉水水了一阵 没追上 比较遗憾 高欢撤今后不久 五四三年的二月 高奥操的二哥高宗密罚了 献虎劳关投降细位 理由是高仲密之间取了 柏林崔氏的崔仙之妹为妻 但后来不要人家了 所以演讲大舅哥哪能干 更重要的是 本来在豪门连连 就是利益和脸面的事 你在职业打脸 我们柏林崔氏 我们还混不混 于是崔仙找了自己的老大 高欢世子高成 说高仲密搞圈子文化 用的都是他老乡 高仲密后来取的是 赵俊李氏的姑娘 木月棒 被高成看见后赖赶了 想那个啥 把衣服都给扒了 高仲密很愤怒 这高成后面可有猛乱 他连他爹的车都推 在高仲密看来 好啊 你们这帮臭仙辈的 这臭欺负我弟弟高超死了 我们家老三小孩在吗 非跟你老二多也来 太吗欺负人了 高仲密后来找了机会 出于北宇宙四十 但已经开始被高欢怀疑了 派西手星来接替高仲密的进入工作 随后高仲密抓了西手星 正式叛乱 宇文派在休养了四年后 抓了一把大牌又一次来到了老经典河阳 高欢也亲率了十万人马到达了黄河北岸 随待双交人生的最后一次大会战即将开打 这也是很多名将的最后之战 五四三年的三月 西北军包围了河桥南城 高欢不久率兵十万 兵临黄河北岸 袁太把部队撤到了铲水 一副示弱的样子 目的是勾引高欢大部队过河 然后放出埋伏在上游的火船 偷袭烧掉河桥 将高欢憋死在黄河南 很遗憾 人家河桥接到半日兔早有遇案 人家有三座城专门保护这河桥 无队津派人用了一百多只小船 装载着长锁链 先坐了保护墙 等火船到来时 就给掐上去了 你根本就烧不到 高欢过了桥之后 连日聚芒山为阵 根本就不跟你打 当时局面如下 阻打一个稳重 高欢很明白 我是水陆无流 你是老汉推测 做你那无流 你打不起这仗 我耗死你 所以说元泰 从最开始接收虎牢这个礼物时 就冒着巨大的成本风险 因为只要河阳城在人家手里 光运粮食 你那虎牢就守不起 元泰看到高欢不上套 开始主动来和高欢会战 自铲水到河阳四十里路 沿途无水 高欢收到消息以后到 压非可死不可 随后正好振兴 严阵以待 等元泰大军临近后 高欢猛将彭勒 帅数千骑兵 直接从右翼就杀出去了 最开始整的高欢还以为他临阵叛变了 一会战报传来 彭勒抓了西卫林桃王元东 蜀郡王元荣宗 江夏王元生 巨鹿王元产 小郡王元亮 都将 辽佐乱七八糟 一大队 拢共四十八名高级干部 这是极其神奇的一幕 西卫的表现不堪一击 彭勒抓了一群西卫的宗士回来 元泰那帮低戏有用的 一个没弄过来 西卫军退了 高欢命彭勒接着追杀 元泰被追上 窘迫道 你个大傻子 今天我要子不在了 明天你还在吗 还不赶紧去英签收金银宝贝 彭勒同意了 拿了元带的一条金带回来 说元泰已经被吓破打了 高欢肯快知道了真相 气得高欢抓起来脑袋的往地上砸 还说他杀怨的时候就吹牛逼 拿着刀好几次都想砍了彭勒 但最终控制住了情绪 彭勒请就一五千骑兵再去抓元泰 高欢道多么要你放来抓个屁 命人取三千匹券压在彭勒身上当赏赐 此战可疑之处甚多 第一 彭勒率军冲击顺利的不像话 西卫所向奔退 根本就没遇到抵抗就杀进了元泰大英 以至于人们说彭勒约好了似的临阵投敌 高欢随后也不以为然的做了人品背书 说这货最开始判寒楼 然后判耳朱镕 现在又判我 第二 彭勒绑了一大堆西卫宗士过来 没啥有用的骨干 最关键的是第二天元泰和高欢再次决战 战斗力和士气根本就没受影响 第三 元泰那句话要玄机 明明抓了元泰绝对是万户后的级别 但元泰却说 吃男子 今日无我 明日其忧如也 元泰和彭勒大概率有关系 综上 无论是彭勒的战场表现 还是战股 还是元泰的反应 还是他那结局 此战更像是元泰对西卫宗士光明正大的阳谋暗算 这是借刀杀人 转过前来 双方再战 元泰的战力和高欢的脑力 在这一战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再重复一遍 这是战力和脑力的巅峰对决 战一开始 元泰还是老习惯 捅中军 赵桂捅左军 若干惠捅右军 高欢在军阵的位置不详 在中军或者左军 但他在自己不在的右军部署的大量士兵 对阵的事意图如下 在战役开始之后 元泰收到了一个消息 高欢阵中有一个偷驴的士兵 按理讲应该被砍头了 但高欢没杀 说要回并州再处决 结果第二天战役的时候 逃过来告诉元泰 此时高欢的位置所在了 这个理由太过于无厘头 按理讲更像是间谍 但元泰随后信了 调集了中军和右军的精锐 开始朝高欢方向猛烈攻击 大破高欢 宇文泰为何要相信这个情报 因为宇文泰很快发现了 高欢的指挥部 于是让贺八胜带着三千干子队 去冲高欢了 所谓又从战芒山 使太祖见七身五七骨 时之乃木敢勇三千人 配圣以范其军 然后贺八胜直接就给高欢打崩了 随后进入追逐环节 贺八胜看到高欢的动人背影 大吼道 贺六魂 我就是妈必须杀了你 据说贺八胜的猫眼瞅就冲死高欢了 但在这个时候 他的马被射死了 等后面骑兵赶到时 高欢已经跑远了 贺八胜很遗憾说 我今天没带弓箭 哎 天意啊 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 不是贺八胜事后吹嘘 贺八胜的儿子因为历史原因都在东魏 死产之后全被高欢弄死了 贺八胜随后也因此气死了 在北齐书中也有很多侧面被输 比如高欢的亲信都督魏星庆 殿后就被干掉了 比如说贺八胜那匹马 被五位将军断哨给射死了 你可能会问 上打成这奏性的高欢的脑力 你还有啥可吹的吗 来 我们来复盘一下高欢的思路 第一 将重兵汇聚于右翼 专门打元太的左军 第二 战前放跑战俘 泄露自己所在 然后还把自己的旗鼓标志 告曹班亮明身份的去进行确认情报 第三 以自己为诱饵 引诱西卫军来攻 至此 可能会有两种可能 第一 西卫全军看到高欢的广告牌以后都疯了 然后阵脚乱了 都来抢万户后了 跟沙院之战 他崩溃也是一个德行 这个作用确实起到了 西卫全军都行军无纪律的 受到一定影响 实在 太祖以盲山之战 诸将施律 上表请自贬 第二 元泰会派精锐来打他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元泰的中军和右军全押上来了 高欢到底打的是啥算盘呢 第一 他作为右耳 让西卫阵脚大乱 然后自己死扛七卫的精锐 扛不住的话 就逃跑到河阳城 第二 他要用压倒性的兵力优势 布置在右翼 去打穿西卫的左军 随后趁势拿下西卫的军营 既断了元泰的归路 也断了元泰的粮草 一旦这个战略构想达到 元泰就被困死在落北了 所谋者大呀 结果这个战略构想 却并没有起到这么好的效果 第一 他的崩溃比预想中崩得快 西卫左军还没崩的时候 他自己的右耳就差点已经从G平了 第二 虽然你部署了大量兵力 在大漏勺赵贵的左军一侧 但是你并没有快速打穿人家 西卫在左军不利后 发现了高欢的阴谋 因此开始权限撤退 所谓其身无乃翠于左军 这个翠是聚集聚拢的意思 军将赵卫等与战不利 诸军因之并退 此战西卫立功的将领还是不少 比如说刚刚说的贺巴胜和若干会 永远稳定输出的阳中 此战又是先登先阵 冲垮的高欢 战后连他妈都被追封为 北海军军了 比如说元泰那干儿子蔡佑 此战穿着明光铁铠 跟个机器人一样索相披靡 被东魏将士们亲切地称之为铁猛兽 嘿嘿 还是那句话 Homer李世民的几乎所有武装和战斗表现 此时你都能看到 这也就是玄甲军的前身 虽然诸将力功不少 但是元泰只对王勇 耿豪 王杰 这三个人进行了特殊嘉奖 元泰之所以对这三个人进行了特殊嘉奖 是因为赵贵左军失虑 被东魏大军猛击时 是这三个人稳住的局面 拖延了时间 最终没能让高欢的算计得逞 西卫全军撤退之后 差点丢命的高欢开始收获他的搏命果实 帅大军追击 西卫损失惨重 一度于锦和独孤信都违降了 咱也不知道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 反正投降后 东魏军继续前面扩大战果 虽然于锦和独孤信又施起兵计从后面撵 把东魏的追击军给打败了 至此战役结束 要军总指挥若干会退回洪农后 还在和元泰叹息此战功败吹成 就差一点啊 实际上真的如此吗 西卫就差这一点 其实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你别看高欢被追得鸡飞狗跳的 但战略的计划 却是绕着人家的思路开展的 放冰泄灭 展示旗鼓 这都是置人而不置于人 让你觉得有利可图 让你跟着我走 本质上的思路 跟韩信背水一战时 自己当诱饵一样 都是这个诱饵 实在是太诱惑太大了 没办法不追 被调动打乱了阵脚 更重要的是 人家的主场作战优势太大 这座和阳城对于高欢来讲 简直就是物流和地力的超级加成 从头到尾都是你元太不得不来和我决战 这其实还没打仗就已经输一半了 高欢散极到了极致 要不是西卫的超级战斗力 西卫很可能这一战就被连锅断了 所以说 真的就差这一点吗 感谢你的逆天战力吧 你差点全赔了 芒山之战后 高欢逼近闪城 元太派打起五等拒之 东魏行来郎中 风子慧对高欢道 混一东西的机会就在今天 别犹豫啊 高欢也觉得有理 于是召集中将问啥想法 同志们都说 这条路没有挤养和草料 不能追 高欢考虑再三之后放弃了 仅派了刘峰去追追 刮刮彩片 高仲觅刚投降的时候 元太就去玉笔调了王思政来守虎牢 结果王思政刚走到一半 芒山就败了 于是元太命王思政守虹龙 王思政到了陕城就下令开城门 然后自己脱了衣服就开始睡觉 军心就被这位行为艺术家给稳定住了 几天后 刘峰到了陕城 一听说玉笔大神在城里 于是撤了 此次芒山之战 是西魏立国以来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败 西魏的兵员损耗很大 大量的老兵折在了撤退的路上 因此 元太在上书自扁后 第一时间开始的广木 关隆豪族力量进行兵员补充 这段史料必须放大 因为至此 真正意义上的关隆贵族集团 才正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此后的三年 元太每年十月都要举行大阅兵 对新增的队伍进行检阅 本来西魏政权 是以武川集团为核心打下来的 在苏撤的改革之后 元太手中已经有了 国家操作系统的全盘账本 当户口和征税系统搞定之后 其实以此为基础 从广大户口中吸纳兵员是最好的途径 这样的成本是最低的 手中的权力股份不会被其他利益集团稀释 关隆各地豪族 在北魏大乱后 各自手里聚拢的香兵 在此之前 都并不被元太的武川集团所吸纳 通常本乡守本土 但芒山大败之后 元太的中央军兵员大损 高昏的巨大压力导致了元太根本就没时间 去临时从没打过仗的平民中去征集兵员 而是无可奈何的 将手伸向了关隆各地豪族的香兵 关隆各地的豪族 比如说京昭的韦氏 河东的柳氏 裴氏 薛氏 武功的苏氏 等等关隆高门大兴 开始从此大量的进入到了西魏的中央舰系统 西魏此后 由六军慢慢扩充成了十二军 乃至最后的二十四军 其领导层还是之前那些革命早的共臣 但是中下层的大量毛细血管 已经开始融入了强烈的关隆基因 武川贵族集团 渐渐的迭代为了关隆贵族集团 外地领导和本地豪强 渐渐的融合成了一个整体 从长远来讲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为了将地方豪族的香兵改造成自己的中央军 宇文泰不光对中层干部发了红利 他的军制改革从上到下做了很多工作 比如说 单独成立了军级实行兵民分离 让各地的香兵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家乡 来到了中央变成了府兵 被编入二十四军的系统的香兵 从此不再有生产任务 成为了职业兵 让各地的香兵任劳任怨的成为你中央的兵 是需要出血的 一人当兵 全家光荣 军级家庭也被给予了很高的政治待遇 和赋税物质支持 宇文泰们这帮高层 都是从一个叫武川镇的地方出来的 他们知道当年六镇的镇兵 是怎样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 颠覆这个时代的 他们也知道 当职业兵最大的痛点在哪里 荣誉和利益成为了重点的考量 这套系统慢慢地演化成了府兵制 府户中 每六家为一个整体 这六家儿子多的选一个最棒的小子来当兵 这孩子是为了你们六家当兵的 你们因为这孩子享受到了远高于普通平民的利益优待 这孩子的所有兵器 后勤也需要从你们六家出 这六家对这孩子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这种共荣共损 这种家乡期望 让军人开始产生责任和荣誉的感觉 到了573年 元太四字元庸 仇灭灭齐之前 为了彻底皇权化府兵 对府兵更加容易化 改军事为士官 慕百姓进一步扩军 所以建德二年 改军事为士官 慕百姓充之 除其限级 事后下人半为兵役 这句事后下人半为兵役 既说的是比利 也说的是参军的意愿 这样的兵员素质和机制 慢慢对比周围的邻居 成为了降维打击 从立国时的那次 十死七八的贯中大天灾 到芒山大外货的 广木观隆蠢友以增军旅 历史之神 在这真隆崎岖上 完成了最后的破局 无论是面子上的 八祖国二十四大将军 还是李子里的 制度化凶悍伏兵 无论是面子上的 观隆贵族集团 还是李子里的 文案城市诸出末入 记账户籍之法的国家账本 此时的天下金角 已经凑齐了开创 下个时代的灭霸手套 西魏轰隆隆的国家机器 开启的同时 它东方世界的最大阻碍 即将离开历史舞台 在五四三年东十月 大月于岳阳 五四四年东十月 大月于白水 五四五年东十月 大月于白水的 连续三年十月大月兵的 宇文泰 反见的于五四六年这一年的七月 就提前集结了全国之兵 大会诸军于咸阳 之所以这样 因为此时整个东方世界的物资兵源 在高速运转的情报 源源不断地送到了 元太的办公桌上 一个月之后 公元五四六年八月 高欢与晋阳集结了整个山西与河北的兵力 凝聚全国之兵南下乏位 九月 高欢来到了他最后的战场 玉璧 面对高欢全身功力的逼近 元太这次没有研究玉璧 他相信玉璧成的首将足以应付 这位首将 叫伟孝宽 伟孝宽是独孤信的嫡系 当年独孤信为新叶俊首师 两人同立荆州 是在独孤信与孝宽情豪款密 正数俱美 经过敌人好为连币 翻一下就是荆州的绝赖双交 当年河桥之战前跟着独孤信入了洛阳 河桥之战中没有任何封赏 大概率子跟着跑南独孤信的地儿了 这些年独孤信被袁太安排去了拢幼平叛 伟孝宽被安排在了河东镇边 一东一西拆得相当开 王思政被调离玉璧的时候 袁太让他举荐一个人去替他守玉璧要塞 王思政举荐了伟孝宽 调王思政的任命是袁太下的 接任人选切让王思政去己见 高宽不是没在玉璧城下回头图点过 这座天险给谁 其实都是送了一个天大的富贵 袁太是不想得罪人的 以王思政之口 将这个富贵和战功送给伟孝宽 就此拿下独孤信这个情好款密的嫡系 伟孝宽最终心领了吗 有的联系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34年以后高寿的伟孝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不给我面你得给他老一面 高宽连迎数十里 直到玉璧城下 在城南早地道 城北起土上开始强攻玉璧 面对地道战 伟孝宽提前挖长沟 挑精兵两将助手于大沟上 每当东魏遭通了地道 就打地鼠般的杀掉 与此同时还准备了一堆柴 只要东魏从地道里进来 然后用皮囊做的古风机玩命吹 玩探考 高宽还带来了一种最高科技的工程车 玉璧城的城墙都不好使 伟孝宽又拿出了一个不逢的网 这工程车每次撞城门前 都先撞这网上 被吸收走过一大棍东能 东魏军一日又找到易燃品 绑在长杆上灌上油点火 打算烧了伟孝宽的网和城楼 伟孝宽又拿出了一种锋利的大构子 专门砍那火杆 高宽随后又在玉璧城墙四面挖了20条地道 先在地道中用木柱支撑地上的城墙 然后同时放火烧掉这些木桩 有的城墙有的地方已经趴了 伟孝宽随后又拿出了一堆木柵篮 做了临时城墙 由于天险南爬东魏军还是冲不进去 总之高宽使尽了所有手段 全被伟孝宽给破了 仰看打不动 高宽开始欠强伟孝宽 你也没有救兵 你为吗不想 伟孝宽道 我诚实严顾 兵缘和粮食都还很富裕 你白白送死 我以义代劳 哪有手一个月就让人救援的 我倒是担心你那么多人都回不去了 我伟孝宽堂堂关西南子汉 一定不会做投降将军的 劝祥这招根本就不好使 所有在外带兵的军官 在元泰那儿都有人质 八年前东魏打南分州 伟孝宽同宗的南分州刺史 维子灿就投降了 然后被元泰灭了全族 东魏随后又对玉璧城的士兵进行宣传 伟孝宽又荣华富贵 你们为啥要跟他赴档到火 于是像城里射箭 书信道 能斩伟孝宽出降者 拜太位 封开国俊功 亿万户 赏搏万匹 这同样不好使 上到伟孝宽 下到小冰冰 整个国家的户口都在元泰手里 胖国都一个待遇 而且守城的大多还都是香兵 太容易连坐了 高宽又把伟孝宽的弟弟 韦子谦所知成下 说你现在不投降 我都弄死他 伟孝宽表示 你随便宰 拿自己弟弟当爱国主义 教育题材后团结了军心 高宽苦战了五十多天 死了七万人 死活拿不下来这座城 高宽三年的精心准备 在这座天险下无可奈何 高宽一辈子最大的武器 是他的脑子 他看到了自己 非人力能及的天花板 这种级别的工程器材 这种规模的工程兵力 如果这都打不下来 这天下该如何一同 一夜 有星坠于高宽经营 身后们开始叫 士兵们开始虚 高宽得病了 身无苦战六旬 伤击病死者十四五 智力巨困 因而发疾 高宽在顿兵两个月 战损进半后 恼羞成怒的发病了 十一月初一 东魏撤军北桓 十一月十一 高宽照长子高成道进阳 高宽知道自己不行了 开始交代后事 为了安抚军心高宽还强撑病体 跟各位老将见了面 令狐独斤做赤乐歌 赤乐川 阴山下 天似穹炉 拢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地 献牛羊 高宽亲自合唱 悲哀之感油然而生 怅然泪下 他想家了 他想怀硕了 他想草原母亲了 天苍茫 心中他是北方家乡 高宽想到了他那梦开始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个楼姑娘 有天我走过他的帐房 最丫头回头留恋的张望 他那粉红的笑脸 好像红太阳 他的嫁妆帮我把这软饭 吃成了关东不落的太阳 高宽的一生 足够戏剧 足够精彩 他是中国历史上极极罕见的 无资源的开国之君 他没有出身 没有家底 没有兄弟姐妹帮衬 开局连挑狗都没有 上天就给了他一个漂亮脸蛋 但最终他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软范硬吃的天花板 没有之一 我们唾弃他的私德 愤怒他的誓言 但我们也要客观的说 他除了那张嘴之外 还有什么呢 穷小子的心酸 富贵公子永远不会懂 有的人的起点 注定是绝大多数人 不敢仰望的终点 高芬生来就是一只 怀朔镇的泥鳅 他连鱼都不算 他要先努力向上跃成一条鲤鱼 再使尽全力游到黄河 才能换来那月龙门的机会 这样他在面对向上的资源交换时 注定要清晰全部 但他的全部是什么 有的人永远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 比如说咱丞相 比如说咱二爷 那是花下的脊梁 有的人到最后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 比如说屁个佬 那是花下的耻辱 但有的人上来能卖的 就只有灵魂 我们当然唾弃他 但高芬这种级别 这种剧本的人都是极度复杂的 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自六镇之乱后的风云变换 我们已经用了二十多万字进行详细书写 还记得他这位被耳珠蓉镇玉王亲自关押的萧雄 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近西南来到大河北 收获了耳珠罩兄弟 六镇总司令 渤海高市代言人河北豪都书记洛阳指定积州一把手五块招牌 并最终成为关东之王的吗 忘了就从咱书上找吧 确确实实东西未开篇那段历史太过疑分乱复杂 还是纸质的书相更适合这段故事 再看高欢 如果非要归根结底总结一句话 恐怕也只有一句话能够总结 继生欢和生态 公元五四七年正月初八 公元六世纪的关东最高水平政治家高欢过世 玉璧之战是后三国时代的最关键转折之战 东魏劳师丧众元气大伤 此后二十多年未在向西发动过大规模的进攻 关东的最大核心竞争力高欢这个人 他病逝了 这个世道的最大莫王也就此被解除了封印 话说南面的硝烟居士已经看戏近半个世纪了 他修的这半个世纪福报究竟合格吗 目前来看相当合格 他今年已经84岁了 截止目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兽皇帝 登基后的这半辈子 看亭前花开花落 望天边云卷云书 如今北面卷出结果了 一个见识了近三十年乱世的妖魔 作为失败者要被挤到江南了 魔高一尺 你的道高一丈了吗 人们常说 弥勒佛弥勒佛吃饱不干活 但后面还有一句少有人知 来了妖魔鬼怪 还是我的活儿 萧老居士 你一辈子建了这么多庙 你知道为什么每座庙门口 笑脸应刻的弥勒佛两边 站的都是怒目圆瞪的护法金刚吗 语字大将军 该你给萧居士上上强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